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总领事黄玉荣近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将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很大的推送作用 东盟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将迎来一个更积极发展的时代 经过近8年的谈判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11月15号 在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上通过视频会议在线签署 黄玉荣认为RCEP建立起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将使成员国的市场更加开放 有效刺激经济增长 从而给民众的生活带来更多红利 我认为它将使中国东盟国家善于RCEP的国家的市场更为开放 更为开放当然是对刺激经济的增长 对服务老百姓的生活 黄玉荣表示 今年以来在疫情这么困难的时刻 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欧盟以及美国等经济都受到了重大冲击 可是东盟跟中国的经贸反而逆流而上 实现了正增长 广西跟越南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交流 让那个两国的供应链是在通过广西的几个边境口岸 保持那个顺畅 把一个正常的一个通贯的情况 将使之我们两国的生产的供应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黄玉荣介绍 越南和中国山水相连 双方的产业互补性很强 广西作为连接中国与越南的主要路路通道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 越南的亮山省 广宁省 高平省等 始终与之保持密切的交流合作 双方持续保障口岸通关 降低了疫情给两国民众生产生活供应带来的影响 推动越中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形成了两国经贸合作方面正常活动的局面 中国跟越南是一个很密切的一个邻国 和互补性很强 应该双方要携手来进一步推动 一些产业的一些合作 一些供应链的一些合作 特别是中国也要对有它的优势 是一个大的市场 在经济发展的水平 也是跟东盟国家跟越南的相比 还是比较更好的一个位置 我很期望将来对东盟国家 更有个开放性的 更有个包容性的 更有个带有个积极性的 能够就是协助东盟国家 发展经济,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 对东盟国家 发展经济,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